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这里是喜马讲书 上一期节目讲了诸神的黄昏 1944到1945 从莱特班战役到日本投降上集 今天讲下集 上集中我们讲到 1944年7月 美军确定了先收复菲律宾 再夺取硫磺岛和冲绳岛的两步走战略 从9月开始 美军发动一系列攻势 将日本海军仅存的战斗力几乎摧毁殆尽 并重创日本陆军 至1945年2月 美军攻克马尼拉、解放菲律宾 完成了两步走战略的第一步 紧接着就该完成计划的第二步 夺取硫磺岛和冲绳岛了 与此同时 美国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 不要再做无谓挣扎 面对步步逼近的美军 日益恶化的局势 日本政府将如何反映 历时四年之久的太平洋战争 又将以何种方式结束 下面我就来讲述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 我的讲述将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 富于顽抗日本不甘心无条件投降 第二部分 决心已定 美军血战硫磺岛 第三部分 困兽游斗 日军死守冲绳岛 第四部分 军国末日 日本承认战败 好 现在讲第一部分 富于顽抗 日本不甘心无条件投降 美军登陆菲律宾之前 日本政府就知道自己快撑不下去了 这是日美两国悬殊的综合国力决定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罗斯福致力于把美国打造成民主国家的兵工厂 军工业高速运转起来 武器装备源源不断的下限 到1944年 美国的军工生产能力 已超过其他参战各国总和 以海军为例 这年年初拥有27500架飞机 年底还将新增24000架 简直负的流油 到后来 航母舰载机只要轻微受损 就直接扔海里 根本懒得休 美军也不愁没飞行员 1943年和1944年 仅海军就培养了4万多名飞行员 他们经过严格训练 平均飞行时长600小时 分配到前线后还能定期休息 因此美军航空兵始终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 这令日本人十分羡慕 日本人的研发能力并不弱 直到太平洋战争后期 还推出过几款新战机 性能足以同美国战机媲美 可受限于资源匮乏 生产力弱等因素 这些战机无法量产 其实即便能量产 日军也凑不出足够的飞行员 更不可能给飞机加满油 因为日本是贫油国 太平洋战争前80%的石油 要从美国进口 战争初期 日军侵占印尼油田 解了燃眉之急 可好景不长 随着美军打击海上运输线 日本从东南亚攫取的石油 橡胶 矿石等战略物资 很难运回本土 其能够用于进行战争的资源 已经被美军锁死 到1944年中期 日本本土连粮食供应都紧张起来 政府不得不实行口粮配给制 分给老百姓的所谓口粮 通常是少量百米 掺杂了碎挂面 麦粒 黄豆 干暑 难以下咽 新鲜鱼肉是没有的 取而代之的是小鱼干 人们还得到政府指定的商店 排五六个小时对领取 而且不一定轮得到自己 经常是商店刚开门 东西就一抢而空 货架上空荡荡 是真没货了吗 未必 京都的一位74岁老人就在日记里揭露 妇人们买光了下层人的货品和粮食 再拿到黑市上去卖 哎 这真是个大鱼吃小鱼的时代 民众开始饿肚子 家庭主妇们只能少吃东西 好让丈夫和孩子尽量多吃一些 人们还惊讶地发现 街上的乞丐越来越多 连一些衣着光鲜的人都会向路人讨吃的 要知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前 乞丐在日本已基本绝迹了呀 讽刺的是 局势明明在不断恶化 日本媒体上却捷报频传 1944年10月14日 NHK广播电台 朝日新闻等日本主流媒体 大肆宣扬所谓台湾大捷 说日美两军在台湾地区上空基站 日本战机一举击沉十艘航母 十一艘战略舰 三艘巡洋舰 另有两万六千名美国水兵战死 朝日新闻兴奋地称 这是史上罕见的巨大战果 御人天皇宣布 要设立节日庆祝此次胜利 连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都发来了贺电 最终新任首相小鸡国招 在东京市中心的日比谷公园举行庆典 约十万人参加集会 仿佛胜利就要到来 战后人们才知道真相 10月14日那天 美军的确有两艘军舰被日军鱼雷所伤 但仅限于此 所谓巨大战果 是日本政府操纵媒体编织的谎言 而对真实情况 日本政府是非常清楚的 这里所说的日本政府 主要由六个实权人物组成 首相 外务大臣 陆军大臣 海军大臣 外加陆军总参谋长和海军军令部长 俗称六巨头 这六巨头又可以分为 主和与主战两派 首相 外务大臣和海军大臣 倾向于和盟军谈判 另三名成员则强烈反对 于是形成僵局 需要说明的是 哪怕主和派也是先和谈 再停战而不是投降 这跟盟军提出的 无条件投降原则相去甚远 说到底 六巨头就没打算认输 问题卡在天皇制上 明治维新以来 日本政府构建了一套天皇神话 天皇被塑造成现人神 也就是人间的神 是日本万事一系的统治者 日本人有义务效忠天皇 甚至显出生命 这叫玉碎 像玉一样破碎 这是日本军国主义 对死亡的一种美化 在太平洋战场上 陷入绝境的日军 高喊着天皇万岁 发起冲锋 直到阵亡 日本媒体美其名曰 全员玉碎 很是荣耀 民众对天皇的崇拜 也已经深入骨髓 大量证据表明 人们会对战争造成的 巨大伤亡不满 抱怨生活水准大幅度下降 但怒气总是洒向军方和政客 而不会指向天皇 对日本人来说 服从天皇是天经地义的 以至于出现了这样的场景 一些反战的日本人 竟然自愿参军 为天皇卖命 总之 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洗脑下 天皇俨然是日本民族精神的象征 天皇制是不可更改的国体 但盟军的要求很清楚 无条件投降 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这是天皇 还有六巨头为核心的日本政府 难以接受的 不过他们又觉得 盟军的态度并不坚决 事情还有回旋余地 原来 在当时的日本人眼里 美国人的精气神 早就被奢侈的生活搞垮了 他们软弱颓废 贪生怕死 加上内部存在着种族矛盾 阶级冲突 缺乏凝聚力 这意味着美国人并不愿意打仗 一旦出现重大伤亡 国内的反战情绪将迅速升温 迫使政府撤军 到时候日本人就有机可乘了 日本政府据此确定了战略 那就是尽可能多的杀伤美军 把美国政府逼到谈判桌上 让日本体面地退出战争 用御人天皇的话说就是 把残余力量全部投入防卫作战之中 然后等美国人栽了跟头 我们就能够寻找到妥协的空间了 那么美国人果真像日本人预想的那样 经不起重大伤亡吗 日本人的企图能实现吗 第二部分寸土必争 美军血战硫磺岛 我们就来看一看美军的战斗意志 前面讲过解放菲律宾后 美军的战略规划是 先夺取硫磺岛再夺取冲绳岛 下面我先讲硫磺岛战役的情况 硫磺岛是一座只有20多平方公里的小岛 表面覆盖着含硫磺的火山灰 地底下满是硫磺 随着蒸汽不断从地表的裂缝里喷出 整个岛上充满了次敌的硫磺味 可就是这么个乌烟磺气的地方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硫磺岛处于美军基地塞班岛和日本首都东京中间 可以作为美军登陆日本的跳板 更重要的是 日军在岛上修筑机场 其战斗机经常从这里起飞 贴着海面低空飞行 躲避雷达搜索 这对美军构成了威胁 1944年11月27日 15架灵式战斗机就以这样的方式 突袭塞班附近的一座美军机场 摧毁轰炸机三架 机伤八架 相反 从塞班岛出发的美军战机 要飞越上千公里 才能抵达日本本土 由于燃料紧张 美机停留一会就得返航 轰炸效果大打折扣 凡此种种让美军感受到了攻占硫磺岛的迫切性 到时候不仅可以消除日军战机的威胁 美军第29重型轰炸机还能以此为基地 更加高效地轰炸日本 按计划 美军将于1944年末菲律宾战役后进攻硫磺岛 由于日军赋予顽抗 菲律宾战役的结束时间推迟 硫磺岛战役的发起时间 也相应推迟到了1945年2月中旬 这给了日军充分的准备时间 日本第109师团外加海军人员约24000人 在利林中道中将指挥下 构筑了复杂而坚固的防御攻势 利林中道认识到 面对掌握着绝对海空优势的美军 日军应当放弃在滩头和开阔地带进行阻击 藏身于岛内的山洞和坑道里节节抵抗 利林中道将核心阵地设置在硫磺岛的山地中 日军在岩石里开凿攻势 设置了数不清的碉堡、射击孔及下沉式阵地 由机枪、迫击炮、海岸炮、反坦克炮 交织成一道道隐蔽火力网 枪伐好的人则分到狙击步枪 猫在山洞里射杀美军 日军储存了两个月的粮食 可淡水仍然匮乏 利林中道带头节约用水 他只用一杯水就刮胡子、洗脸、还刷了牙 他还下达死命令 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依托公事 绝不允许发起所谓万岁冲锋 也就是高喊着天皇万岁的口号 发起自杀式冲锋 利林中道告诫日军 我们是决心战死 但要死的有价值 每个人都要杀掉十个美国兵 而不是盲目送死 1945年2月16日 扶晓 数百艘美国战舰开始包围硫磺岛 一个名叫秋草鹤刺的日本兵 在瞭望哨里目睹了全过程 看着庞大的军舰一圈圈围拢过来 他感到像是海上升起了一群山风 秋草鹤刺随即看到 战列舰炮口在闪光 之后是震天的轰鸣声 一股热风扑到脸上 大地在颤抖 碉堡剧烈摇晃 日军被抛离地面 砸向墙壁 炮击持续了三天 硫磺岛上火光冲天 三天后的上午八点半 数千艘登陆艇 载着11.1万美军 直扑硫磺岛东南部 登陆战打响 最初的90分钟里 美军就把八个营送上岸 包括两个坦克营和两个炮兵营 基本没伤亡 可上午11点 正在滩头集结的美军 忽然遭遇密集火力 被打蒙了 乱窜乱逃 美军大吃一惊 怎么三天的炮击 都没把敌人炮兵干掉 经侦查 炮火来自硫磺岛西南端的 折波山 这座山高168米 为全岛制高点 日军在那里布置了炮兵阵地 由于有岩石遮蔽 美军轰炸机 无法发现并摧毁它 美国第五海军陆战师的 第28陆战团 受命拿下折波山 他们首先要做的是 清除环绕山脚的 70座混凝土碉堡 士兵们猫着腰 在岩石和弹坑之间跳跃 靠近碉堡时 投掷烟雾手榴弹 遮挡日军视线 随后猛冲过去 这样的正面强攻 势必造成不小的伤亡 但美军士兵毫无畏惧 一位宁教唐纳德·卢尔的列兵 用身体压住日军手榴弹 以生命掩护战友 战后 他被追受荣誉勋章 还有的重伤员 意识到活不了了 让医疗兵别管自己 把缓解疼痛的珍贵的马飞 给青商员使用 苦战三天 第28陆战团 总算把碉堡清理干净了 开始进攻主峰 美军用火焰喷射器 把能找到的洞口 全都扫了一遍 不少日军被烧死 2月24日上午10点20分 二营一连攻上折波山山顶 三个小时后 后续部队带来一面星条旗 六名陆战队员抬起旗杆 摄影记者摁下快门 这张照片传回美国国内后 登上了数百份报纸的 头版和杂志封面 成为太平洋战争中 最具象征性的画面 照片里的六名陆战队员 有三人在随后的战斗中牺牲 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成了英雄 在美国公众眼里 星条旗飘扬在折波山山顶 标志着美军已取得胜利 实际上 这只是硫磺岛战役的第一阶段 更艰苦的战斗还在后面 此时 第28陆战团被调入第五两期军 配合有军攻击日军在岛屿中部的 核心防御攻势 圆山机场 美军对日军拥有3比1的兵力优势 10比1的炮火优势 并且掌控制空权 尽管如此 复杂的攻势和日军抵抗 还是让美军损失惨重 迫使作为预备队的第三海军陆战师 在战役开始的第五天就投入战斗 当时美军伤亡已超过7000人 很多参加过瓜岛争夺战的老兵战死了 而且由于每时每刻都有炮击 很少有遗体能得到保全 一名士兵在战后回忆说 满眼是残缺不全的尸体 许多人被拦腰截断 胳膊和腿飞到了十几米开外 离我不远的地方还有一条拖了四五米长的肠子 3月4日战役打响两周 陆战队占据了硫磺岛三分之二的面积 包括折波山 圆山机场 将日军压缩到东北角的狭窄地区 美军也付出了沉重代价 打得最惨的第26陆战团二营 军官替补率高达百分之一百零八 相当于把军官换了一茬 以至于出现了大头兵直接晋升排涨的情况 但这并没有削弱美军的战斗意志 不少轻伤员拒绝撤出火线 为尽快消灭敌人 美军还主动尝试自己不太擅长的夜战 取得了不错的战绩 反观日军 随着阵地缩小 淡水用完 坚持战斗越来越困难 失败是迟早的事 完抗到3月16日 利林中道向东京发出诀别电 随后自杀身亡 残余日军又继续抵抗了几天 3月26日还发动了一次突袭 造成170名美军伤亡 但结局早已注定 美军于当天宣布硫磺岛战役胜利结束 此役美军全歼日军22000余人 自身伤亡24053人 其中阵亡率超过25% 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最高值 日军确实达到了大量杀伤对手的目的 可美国人会收手吗 接下来的冲绳战役 美军给出了明确答案 绝不 第三部分 困兽游斗 日军死守冲绳岛 我就来讲 为了逼退美军 日军都采用了哪些非人手段 冲绳岛在硫磺岛以西 约1360公里处 向北约640公里 就是日本九州 占领冲绳 美军将有能力直接在日本本土登陆 硫磺岛战役尚未结束 美军就开始调兵遣将了 3月下旬 美军已在冲绳海域集中 包括20多艘航母在内的200艘军舰 外加1200艘运输船 用于登陆的第10集团军作战人员超过18万 另有12万工兵部队和后勤部队 岛上日军10万 兵力 火力和后勤 均处于绝对劣势 但鉴于硫磺岛的经验 承担首战任务的陆战医师被告知 要做好伤亡80%的准备 战役开始前 美军军舰和战机对冲绳岛进行了三天三夜的轰炸 美军倒没指望能摧毁日军攻势 而是想用昼夜不息的炮击 让敌人睡不成觉 消耗其精力 1945年4月1日上午8点半 指挥舰升起信号旗 第一批登陆艇的舵手打开油门向冲绳岛冲去 冲绳战役正式打响 冲绳岛南北长107公里 东西宽31公里 是一座狭长岛屿 美军选择的登陆点位于该岛腰部 目的是切断日军南北之间的联系 便于各个击破 这里还有两座机场 占领他们将彻底摧毁日军在这一区域的空中力量 计划看似完美 过程也出人意料的顺利 登陆当日五万美军上岸 只有小股日军还击 美军伤亡很少 夺取机场的时候更是没有遭遇抵抗 当然 有佩里刘战役和硫磺岛战役的教训 美军不敢掉以轻心 他们判断 南肯的骨头还在后面 他们猜对了 驻守冲绳的是日本第32军 司令官牛岛满参加过侵华战争 手上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根据他的计划 日军主力藏身于冲绳南部的山区 利用结成网状的碉堡 战壕隧 坦克陷阱炮兵阵地进行抵抗 南部的手里有一座矗立在岩石峭壁上的 古代琉球王宫 日军把它改造成要塞 牛岛满把指挥所和炮兵阵地 也设在手里要塞 和利林中道一样 他也严禁万岁重逢 牛岛满的命令是 全力阻击美军 为本土备战争取时间 果然当美军向南推进时 遭到了日军强烈抵抗 由于日军攻势极为复杂 又十分隐蔽 轰炸几乎没效果 还得靠步兵强攻 所以伤亡无法避免 但担负主攻任务的 美国第24军 四天伤亡1500人 被迫挖掘战壕 准备打攻坚战 这郑重日军下怀 双方在手里要塞 反复拉锯 打得难分难解 同时 停泊在岛外 为岸上美军提供 海空掩护的 第58特混舰队 也遭到攻击 日本海军不是丧失战斗力了吗 谁发起的攻击啊 答案是 神风特攻队 所谓神风 指13世纪中叶 元朝两次发兵攻打日本 都因为遭遇台风 损兵蛇将 归于失败 此后 日本人管这两场台风 叫护国神风 如今战败在即 日本人又寄希望于 神风显灵 别说 美国海军 真遇到过两次超大型台风 但只是略有损失 现代化舰队的 抗风浪能力 连神风都无可奈何 自然界的神风 不起作用 那就自制神风 始作俑者 是日军第一航空舰队司令 大西隆智郎 莱特湾海战期间 他曾用五架日机 组成特别攻击队 并美其名曰 神风特攻队 撞成了美军护航航母一艘 撞伤三艘 在另一次自杀式袭击中 神风特攻队重创两艘重型航母 并导致146名美军丧生 日本媒体大肆鼓吹 说神风特攻队是来自东方的强大力量 展示了日本武士不屈不挠的精神 令美军心惊胆战 日军高层也对这种做法表示青睐 并向全军推广 一时间 日本陆军和海军的航空队 整支整支地改编为神风特攻队 不过资深飞行员大都拒绝加入 因为这同飞行员先要自保的理念相违背 有些老飞行员明确表示 你要干我没意见 我可不干 最起劲的是被军国主义洗脑的年轻飞行员 他们争抢着参加特攻队 积极请战 没选上的还会跟即将出发的同伴哭诉 每个人都想去 你不能这么自私 新手飞行员只接收过七天的入门培训 不会射击和投弹 也不需要会 他们只要驾驶着简易飞机 飞临美军军舰上空 撞上去就行 一支神风特攻队 通常有四到六架飞机组成 其中一两架是资深飞行员驾驶的护航机 他们会在7600米以上的高空飞行 接近美军舰队时 投下大量铝箔条 干扰雷达系统 同时 护航机会尽量引开前来拦截的美军战斗机 负责自杀式攻击的日机 则以最高速度向美军军舰俯冲过去 如果飞行员能对准航母飞行甲板上的升降机警 就有可能撞入机库 引发二次火灾和爆炸 在莱特湾战役 菲律宾战役 硫磺岛战役中 神风特攻队给美国海军造成了一定损失 极致冲绳战役 日军把它当大杀器 用到了极致 1945年4月6日 日军出动700架战机 对冲绳海域的美军舰队展开自杀式攻击 一名美军军官回忆 他们从早到晚 一劈劈地冲过来 或单枪匹马或三五成群 下滑 俯冲 垂直冲下 一刻不停 美军高射炮昼夜射击 天空中布满高射炮弹爆炸的烟团 美军战斗机也是轮番升空 引导战斗机的无线电频道热闹飞长 到这天结束 共有26艘美舰被击中 其中6艘沉没 好在都是外围的驱逐舰运输舰 正因为有他们保护 航母编队没有损失 美军情报人员分析 日军已耗尽储备 无力组织大规模攻击 他们错了 从4月6日到6月22日 日军发动了10次神风特攻 不断冲向美军舰队 据统计 整个冲绳战役中 来袭日击超过3700架次 其中200多艘美军军舰 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军航母受创 4900名海军官兵死于飞命 在此期间的4月12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因病逝世 其职务由副总统杜鲁门继任 噩耗传来 美军被悲伤的气氛所笼罩 许多人一整天如同在梦游 日军则欢心鼓舞 宣称罗斯福是被神风特攻队吓死的 这种丧心病狂的打法 确实令美军震惊 一些官兵还患上了心理疾病 但美军的决心从未动摇 5月8日 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 极大的鼓舞了美军士气 三天后 美国第十集团军投入两个陆战师 三个步兵师 发起冲绳战役以来最大规模攻势 是要攻克手里要塞 美军冒着机枪火蛇冲锋 在坦克陷阱和地雷阵中血战 争夺每一寸土地 战斗惨烈到连尸体都没必要掩埋 因为即便埋了也会被炮弹的巨大冲击力 从泥土下翻出来炸成肉块 5月21日起 冲绳连降暴雨 满地的尸块很快腐烂 散发阵阵恶臭 士兵们不得不在腐尸中摸爬滚打 连九经沙场的陆战队老兵都觉得超出了忍耐的极限 由于战事惨烈 美军士兵将手里要塞称作钢锯岭 2016年上映的美国大片《血战钢锯岭》 就以一位医疗兵的视角描述了这场战斗 凭借压倒性优势 美军还是一步步推进 5月29日陆战医师攻入手里要塞 牛岛满衬着雨夜率残余人马转移了 他抵抗到6月22日自杀身亡 此后残余日军仍富裕顽抗 战斗到7月份才结束 这种抵抗在战术上没有任何价值 而是一种垂死挣扎 更可怕的是日军还要拖着平民一起死 按照军国主义的逻辑 无论军人还是平民皆为天皇陈民 投降或被俘是可耻的 冲绳战役前 日军就把十多万居民裹挟到手里要塞一带 驱使他们修筑攻势 并且威胁说 美军全是魔鬼 要是落在他们手上可就惨了 受到蛊惑的平民频频袭击美军 搞得美军神经紧张 误杀事件层出不穷 一名士兵承认 一天晚上看到有个人影在走动 立刻开枪 走近才发现地上躺着个女人 背上还绑着婴儿 两人都已经被子弹打穿 数十年后 这名士兵仍然觉得自己是杀人犯 可他又很无奈 我实在分不清谁是日军 谁是老百姓啊 日军还会让平民走在前面 逼近美军阵地 美军只能开枪 有士兵回忆说 我们很难受 可得先保住自己的命啊 为了对付躲在山洞里的日本兵 美军会使用火焰喷射器 这样洞中的平民也难逃一死 随着战役进入尾声 绝望中的日军给平民分发手榴弹 强迫其集体自杀 还有不少人被推下悬崖 或者直接被刺死 当然日军也管这叫自杀 仿佛老百姓都是自愿为军国主义殉葬的 据统计 冲绳战役中近十万居民丧生 一大半是在最后阶段被日军逼死的 美军的损失也再创新高 48881人伤亡 其中12520人死亡 36361人负伤 第十集团军司令巴克纳尔中将也不幸遇难 成为二战中死于敌人火力的 军衔最高的美军将领 加上之前的硫磺岛战役 这两场大战夺走了 21000多名美军将士的生命 占整个太平洋战争中美军阵亡总人数的五分之一 代价不可谓不沉重 但相比于巨大的军事和政治价值 牺牲是值得的 夺取硫磺岛和冲绳岛 美军彻底切断了日本与外界的联系 美军轰炸机获得了攻击日本各大城市的行动自由 其两栖部队也具备直接在日本登陆的能力 对日本政府来说 最后时刻已然降临 第四部分 军国末日 日本承认战败 我将讲述太平洋战争的收官阶段 冲绳战役后 美国海军和陆军航空兵主张不登陆 而采用海空封锁 这样就不必再付出重大伤亡 以麦克阿瑟为代表的陆军地面部队则认为 德国被炸成废墟了仍在抵抗 而日本尚有数百万陆军 单靠海空封锁肯定不行 应当尽快登陆 经参谋长联席会议协调 美军对双方观点加以调和 一是采纳麦克阿瑟的建议 计划于1945年11月 在日本南部的九州登陆 随后集中兵力攻克东京 粉碎一切抵抗 登陆之前 海军和陆军航空兵将对日本进行不间断轰炸 最大程度的削弱其力量 这一重任交给了陆军航空兵少将科蒂斯·李梅 李梅曾在欧洲战区服役 对轰炸机编队和轰炸技术 做了大胆革新 提高了轰炸效率 1945年1月 李梅调往太平洋战场 指挥第20航空队 负责针对日本本土的战略轰炸 此前 美军对日本进行过十余次轰炸 但效果有限 这是因为 美军B-29轰炸机从关岛起飞 跨越2400多公里 才能抵达日本领空 为确保返程时有燃油 飞行员必须尽快把炸弹投完 这就顾不上轰炸精度了 举个例子 美军曾向中岛发动机场发动8次空袭 仅仅使其损伤4% 摧毁日本战机制造能力的计划落空 相反 由于防空炮火猛烈 加之日机拼命拦截 每次出击 美军都要损失4到5架B-29和数十名机组人员 这简直得不偿失 李梅上任后改变战术 推行高投弹密度的夜间低空火攻 什么意思呢 首先将B-29的飞行高度 从7600米下降到1500米 这样能节约燃油 让B-29携带更多炸弹 实现高密度投弹 炸弹采用M69燃烧弹 它能在低空爆炸 散落的凝固汽油会附着在墙地 屋顶 皮肤等所有遇到的物质上 以500摄氏度高温燃烧10分钟 如此一来 轰炸精度就无关紧要了 所以空袭会在夜晚进行 让日军高射炮失去准头 1945年3月10日 美军出动334架B-29夜袭东京夏艇区 夏艇区是工人居住区 木制房屋秘籍 李梅选择它来检验新战术 结果是惊人的 空袭造成超过12万人死亡 100万人无家可归 26.7万栋房屋摧毁 夏艇区面目全非 此后美军又空袭大阪 神户 名古屋都获得了成功 拿下硫磺岛后 飞行距离大大缩短 空袭更为频繁 战争结束前 第20航空队每个月 可出动6000架次B-29 轰炸日本任何地区 日本的军工业 交通运输 电力 农业等 军遭受沉重打击 B-29还在日本海域布设 1.2万枚水雷 确保一滴油 一粒米也运不进日本 这叫饥饿行动 李梅放出狠话 只要再打6个月 日本将回到石器时代 与此同时 哈尔西率领第三舰队 游易于日本东海岸 袭击港口 猎杀残存的日本舰船 曾经令几代日本人 骄傲的军港 武港 佐世保军港 横须贺军港 都沦为废墟 7月26日 美军摧毁了 最后24艘日本军舰 哈尔西宣布 日本海军已不复存在 美军一片欢腾 珍珠港的仇 终于爆了 这段时间 日本政府在干嘛呢 一句话 表面上硬称 按地理求和 先讲表面上硬称 1945年6月 羽人天皇批准 绝号作战计划 决战的绝 顾名思义 是要同美军 进行本土决战 为此 日本将本土所有部队 无论现役 还是预备役 统统拿出来 凑了80万人 再加上 2500万民兵 把守各地 日军将南部的 九州作为防御重点 这无疑是正确的 问题是 由于轰炸和封锁 日本军工生产 严重下滑 前线部队缺少弹药 至于训练不足 手拿菜刀的民兵 就更指望不上了 官方于是喊出 一亿玉碎的口号 要求每一个日本人 都秉持着 粉身碎骨的信念 同美军血战 一时间 广播和报纸 对神风特工队的吹嘘 又上了个台阶 日军存储了 上万架简易飞机 用于发动自杀式进攻 可日本民众 真的愿意 为军国主义殉葬吗 官方心里并没有底 前不久 冲绳战役中 有一万一千多名 日军放下武器 当了俘虏 这是前所未有的 说明基层官兵 丧失了战斗下去的意愿 普通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轰炸和封锁 给日本民众 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震撼 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 战败已然注定 所谓玉碎 不过是白白送死 日本政府预计 美军登陆后 会摧毁日军的指挥体系 切断主要城市之间的联系 日军只能各自为战 到时候 有多少人宁死不详 还真不好说 其实 日本政府也在偷偷求和 在御人天皇的授意下 外务省通过瑞士这样的中立国 向同盟国传递和谈信号 梵蒂冈的天主教会也被拉进来牵线 重中之重 则是说服苏联 太平洋战争前 日本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所以双方一直相安无事 不过 纳粹德国覆灭后 苏军正源源不断的调往东方 局势已相当紧张 日本希望苏联遵守条约 不对日宣战 同时 请苏联充当中间人 与同盟国议和 作为酬谢 日本将放弃当年在日俄战争中 赢得的土地和商业特权 上述求和活动 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这一方面是因为同盟国立场一致 那就是只接受投降 拒绝和谈 另一方面也同日本政府的奇葩态度有关 怎么奇葩呢 举个例子 1945年7月26日 中英美三国发布波茨坦公告 警告日本立刻无条件投降 否则日本本土将全部惨毁 公告也表示 同盟国无意奴役日本 战后会依据日本人民的意志 建立新政府 外交大臣东湘茂德指出 这一条可理解为 只要日本民众表达意愿 天皇制就可以延续 东湘据此建议接受波茨坦公告 因为这对日本来说 已经是最好条件了 首相陵木冠太郎和海军大臣米内光正 支持这一主张 加上东湘自己 日本政府的六个实权人物中有三个同意投降 但另外三人 陆军大臣阿南为己 陆军总参谋长梅金美智郎 和海军军令部长丰田富武反对 他们的诉求是 同盟国明确承诺保留天皇制 让日本体面的退出战争 强硬派之所以纠结于此 既是因为顽固 更是由于害怕 害怕什么呢 原来日军有下克上的传统 也就是下层军官不服从上级命令 擅自行动 甚至为达到目的干掉上级 1936年 少壮派军官发动226兵变 杀害多名高官和将领 就是典型的下克上事件 强硬派担心 如果接受波茨坦公告 会激怒那些誓死效忠天皇的年轻军官 从而把自己和家人置于危险境地 所以他们绝不公开妥协 只能硬扛着 连军方都无力驾驭军队 文官就更不行了 首相林木冠太郎只得出面拒绝波茨坦公告 并声称将近最大努力把战争打到底 美国总统杜鲁门对这句话的理解是 他们要我们去死 就是这个意思 鉴于日本人油盐不尽 杜鲁门打算使用一款新型炸弹 原子弹 1942年6月 美国政府启动曼哈顿工程 召集上千名顶尖科学家 研制核武器 1945年7月 第一枚核饰演成功 宣告了美国掌握了这个 人类历史上最具杀伤力的武器 可要不要用它呢 美国人是有争论的 参与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 纷纷提交请愿书 请求美国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不要向城市扔原子弹 军方则因吃不准功效 而心存顾虑 最终还是杜鲁门拍板 向日本投放两枚原子弹 他的理由是 不再让美军士兵流血牺牲 1945年8月6日凌晨 第509大队队长小保罗贝蒂茨 率领四架B-29重型轰炸机 从太平洋西部的天宁岛起航 飞往日本西南部城市广岛 贝蒂茨的座机上装载着一枚 名叫小男孩的原子弹 上午8点05分 B-29接近广岛 没有遇到日机拦截 也没有高射火炮 8点14分 贝蒂茨下令戴墨镜 一分钟后舱门打开 五吨重的小男孩飞了出去 他将下落43鸟 随后在广岛市中心上空爆炸 这43秒钟就是四架B-29的逃生时间 贝蒂茨向右俯冲转弯 快速驶离现场 不久 机舱内充满了炫目的银蓝色光芒 贝蒂茨还感到嘴里有一股金属味 他意识到这就是辐射 便放下心来 因为这表示小男孩已经爆炸 广岛瞬间沦为人间地狱 爆炸造成的核链式反应 让爆炸中心的温度升高到100万摄氏度 方圆一公里的空气被点燃 火球吞没市中心 约2万人当场蒸发 紧接着 伽玛射线 中子辐射 光灼射 冲击波 火焰风暴 以每秒钟440米的速度 呈同心原状扩散 波及到的人 即刻化为气体 只在路面或墙上 留下淡淡的轮廓 浓烟和尘埃 遮蔽天空 大火蔓延 人肉烧焦的恶臭弥漫全城 两小时后 黑色的雨从天而降 落在幸存者身上 人们后来才知道 这雨含有放射性 应当躲开 第二天天空放晴 广岛市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房屋消失 视野变得开阔 广岛成了蛮荒之地 一开始 日本政府还不相信这是原子弹 直到核物理学家 任科方雄 亲赴广岛调查 得出了确定结论 才被迫承认现实 8月9日 苏联向日本宣战 150万苏军攻入中国东北 首相陵木冠太郎询问军方 关东军能击退苏军吗 回答 毫无希望 当天中午 美军又向另一座城市长期投下原子弹 事已至此 强硬派承认仗是打不赢了 但就是拒绝无条件投降 无奈之下 主和派请天皇胜财 御人表示 认同主和派的主张 首相陵木冠太郎立刻宣布 胜财以下 这就是结论 强硬派不敢忤逆天皇 只得同意 经过几轮交涉 同盟国接受日本投降 御人天皇决定于8月15日 对全日本广播宣读停战诏书 讲话录音将提前一天录制完成 可这时候发生的一个插曲 差点酿成大灾难 果不其然 以田中剑二少佐为首的青年军官 反对投降 并逆谋兵剑 8月14日晚 田中剑二率叛军闯进皇宫 打死禁卫师团长森揪 随后冲入地下室 搜寻停战诏书的文件和录音 准备将其销毁 所幸 皇宫地下室曲折复杂 叛军迟迟没找到 此时 平叛部队赶到 责令叛军缴 服从天皇圣财 田中剑二建大事已去 举枪自杀 叛乱平息 8月15日12点整 御人天皇的声音 在居民家中 在学校教室 在军营宿舍 在乡村广场 在一切有收音机 和广播喇叭的地方响起 由于御人说的是古日本语 很多人听完后一脸茫然 但消息很快传遍大街小巷 战争结束了 当天夜里 东京居民纷纷打开家里的电灯 因为灯火管制已经取消 大洋彼岸的美国举国狂欢 纽约 洛杉矶 旧金山的街上 人山人海 在纽约 数万人涌向时代广场 一名参加过太平洋战争的水兵 拥吻一名护士被时代周刊记者拍摄下来 登上美国各大媒体头版 成为胜利的象征 太平洋上的美军则昼夜不息的向天空开炮 以示庆祝 过不了多久 他们就能回家了 持续三年零九个月的太平洋战争 至此落下帷幕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太平洋战争对于同盟国彻底击败轴心国 取得最终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据统计 日军在与美军的对阵中阵亡150万以上 号称精锐的关东军 调往太平洋战场后死伤殆尽 苦心经营数十年的海军全军覆没 日本民众也因为美军的轰炸而封锁 付出了沉重代价 可以说太平洋战争的惨败 是逼迫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关键因素 而对美军来说 荣耀自然是少不了的 但残酷的战争也给普通士兵留下了长久的疮痛 从1941年12月到1945年8月 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总计牺牲 111606人 其中大部分长眠海底无法安葬 而活下来的很多人饱受战争应激反应症折磨 他们尽量不回想往事 可生活中的细枝末节 比如钥匙掉地上 飞机飞过 都可能触发记忆开关 让战斗场面瞬间浮现 战友的身影 敌人的挣扎 爬满蛆虫的尸体 鲜血染红的河水 无时无刻敲打着神经 有的老兵说 每次闭上眼睛都能看到兄弟们在周围死去 于是悲伤翻涌 内心的孤独无从排解 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 情绪也会失控 老兵普遍觉得难以融入社会 没法和人沟通 不少老兵离婚 酗酒 甚至自杀 对他们来说 太平洋战争似乎永远不会止息 这就是战争对人的摧残 哪怕你是胜利者 好 诸神的黄昏 1944到1945 从莱特湾海战到日本投降 下集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至此 太平洋战争三部曲就全部解读完了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见